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银九是继去年三月底带青年学子走访了南京 武汉 长沙 重庆 上海这五个城市之后 这一次是要带着青年到广东 陕西 北京等地去参访中华文化的历史景点 也去看了一些企业 另外会访问中山大学还有北京大学 另外还会出席这个季黄帝林的一个大典 当然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整个交流能够降低两岸的敌意 马办把这一次的登陆之行就定调叫做和平之旅 国台办也表示对马英九此行非常的欢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 但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啊 这个消息员现在也说呢 2015的新加坡马锡会之后啊 已经将近九年的时间了 很希望能够再和老朋友碰个面 但都一切是尊重大陆的安排啊 当时啊这个时候2015年的新加坡马锡会画面 很多人啊仍然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前立委郭正良就说啊 听说确实是有安排哦 习近平是在福建待得最久也最了解台湾的人 如果台湾没有把握机会 等大陆换了一个跟台湾没有感情渊源的领导人时 当两岸的国力军力悬殊越来越大 到时候台湾的底气不知道在哪里 希望能够尽早化解的话 还是能够赶快化解比较好 也有知情人士说啊 赖清德当选之后 两岸的情势紧张 美国也很焦虑 惊吓海与争端未解 两岸的敌意螺旋上升 过去互不否认治权的情形消失 紧张情势和查枪走火的几率也上升 在民进党完全没有对话管道之下 这真的是一趟和平之旅 也是一趟荣兵之旅啊 不只台湾和两岸需要 恐怕全世界也都觉得很需要吧 好 其实从蔡英文上台以来 两岸官方沟通管道是几乎全断 赖清德台独色彩啊 就连让他当选之后的第一时间 拜登总统的公开声明 竟然讲说他不支持台独 加上民进党粗糙地处理 金门的翻船事件 让两岸的这个敌意螺旋不断地升高 这趟的登陆之旅 是不是真的像这个知情人士猜测的 恐怕现在不是只有台湾跟大陆 需要这趟和平之旅 连全世界也都很需要这一股善意吗 没有错 2024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一年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跟期待 居然打了两年还在继续当中 那么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可是你看到最近连欧盟向法国总统在内都强调要更加地投入这个战争 那更不要讲说拜登他的立场还是要大规模地去支持乌克兰继续地挺下去 虽然川普还有共和党是反对这个战争继续下去的 可是这个俄乌战争的继续 另外我们在中东看到了以色列因为哈马斯的冲突的关系不断地在扩大当中 变成是以色列几乎是要挑战跟挑衅整个阿拉伯世界 所以中东的局势也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烈 然后越来越扩大 整个世界可以说是动荡不安 那么在东亚的我们大家全世界都在关注 如果连台湾或者是两岸都出现了军事的冲突的话 大家都在看屏息以待不要爆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而且这中间有多少个世界的核武大国都在其中 所以2024的这一年如何起码我们可以在东亚这一个战线 因为北韩金正恩现在也是非常非常不可测 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到全世界关注的两岸 尤其是台海如果能够稳定 如果能够释放出更大的和平的讯号 其实对全世界对人类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偏偏在这个时刻赖清德居然少数的当选了总统 那赖清德当选之后 他到底是会收敛克制还是好不容易当选了以后呢 变成另外一个不受控的失控的政治自走炮 那在全世界动荡的这个时刻 经不起这样子的一个豪赌的政治局势 所以在这个时候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如果能够带来二次的马席会 这不只是两岸的重大福音 甚至于我刚刚说的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局面 如果在这边释放出强烈的和平讯息 毕竟两个领导人有他一定的历史的高度 马英九毕竟还是一个卸任的总统 而习近平更不要讲是现在中国极大权于一身的政治领导人 如果能够透过马席二会 共同的释出对和平的坚定的态度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松一口气 然后再加上因为中国大陆过去这两年 事实上是很克制的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的过程里头 对于中国来讲 对俄罗斯对乌克兰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不希望在这里面跟着美国还有西欧 卷入这个错误的战争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 也不要给俄罗斯错误的讯息 以为中国会变成俄罗斯的后盾 因为中国事实上 中国大陆也是非常反对普丁宣战的 这个鲁莽的行为的 所以好不容易在俄乌战争 中国的立场维持了一定的平衡 虽然你可以看到西方世界跟西方的媒体 一直不断地要把它妖魔化 要去讲说中国在背后怎么样的去资助跟支持俄罗斯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北京是企图在这边维持一个平衡的立场 彰显来他长期的立场就是 不去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 反对任何人挑起战争 那这个东西也希望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 在中东的冲突里头 想去扮演一个平衡稳定 甚至于结束战争的一个角色 大家都说俄乌战争要结束 只有靠中国出面 但是如果今天泽伦斯基还有普丁 还是一样迷途不返的话 谁出面都没有用 那不管如何 最最起码也最最关键的是台海 如果台海先稳定住了 两边释放出都希望和平稳定的讯息 马英九某个程度还是代表了台湾 因为赖清德是个少数当选的总统嘛 他代表的最新民意也只有四成啊 那另外的六成 另外一个六成是支持马英九 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带来和平讯息的 另外六成是支持马英九 最好能够马习惠共同的 像我刚刚说的宣誓对和平的坚持的 那这个东西会释放给全世界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历史时刻的关键讯息 所以我是非常的期待 那马总统在这方面 有他非常丰富的经验 然后呢 他们过去也曾经有过成功的马习惠 所以也希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 全球人类关键的时刻 如果马习惠能够起了 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希望悬崖勒马 民途知返 不要因为俄乌战争 以及中东的冲突 把全世界带入一场浩劫 跟大家后悔莫及的世界大战 事实上2015年 当时马英九和习近平 在新加坡的这场会面 可以说是轰动世界 创下两岸分治之后 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碰面 当时习近平还跟马英九说 后悔有期 这一次马英九要到北京去拜访 马半的执行长肖旭层就表示说 希望能够再和老朋友来碰碰面 被外界认为可能有机会第二次的马习惠 事实上从外清德当选之后 两岸的敌意上升 过去互不否认治权的情况 似乎正在逐渐的改变中 这些都让台湾民众感到不安 那么在民党缺乏对话的管道之下 马英九这个时候他开启了一个和平的荣兵之旅 甚至有可能马习二会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争取到两岸 至少回复到过去 互不否认治权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呢 盛文老师你认为这个马习二会会发生吗 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马习二会会不会发生 我想我们不要去预测 但是有一个事实 那就是2015年马习会之后 习近平几乎 我回忆了一下 妻子好像没有过 就是以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的身份 接见来自台湾的个人和团体 有的话都是政协的主席在接待 就是对台工作小组的第二号人物 那假如这个时候有马习会 那我想意义辉缓 最起码这几年来 这个再度出现 不是马习会再出现 是习近平再度出现在 台湾相关的个人或者是团体上 这是第一个意义 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第二个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精心规划的活动 当然我这么一讲 民进党又高兴了 你看跟中共的基本在走 那照你的基本走是死路一条 那照你的民进党基本走是死路一条 那谁要跟你这条路走 所以我们另外去编一条基本 那当然好得很 这个基本是什么 各位520就职 4月5号刚好是清明节 清明节既主 既中华民族的共主 这个代表着什么事情 代表着两岸 最后还有一条和平的线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还有一条和平的线 大家同主同言 任主归宗 既然都是同样一个祖先 都是中华民族的获益 那有什么不能谈的 为什么一定要打呢 所以某种程度也给520 民进党的这一个花言 给他一个蛮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 大家祈求于同中同言的民族的和平 那民进党要不要回应 民党要不要装傻 那就要看民党的反应了 第三个 再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马云族有一句话 说相信习近平 你还记得吧 结果选举不是快被打得满头包吗 他都抖起来了 就是自己抖的 人家叫他抖的 我们不管了 反正就是不见了 不相信习近平相信谁 相信赖清德 你不要吓死人了 蔡英文是最相信习近平的 他不是说了吗 习近平说 在几年几月 两岸不会有战争 你不相信 你讲这个给我们听 就当时动作笑 因为你听了你相信 所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相信我们不能相信 所以在这里面 民党也不要花时间去骂马云族 因为骂的没有用 骂的改变不了什么 那就是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 假如我们期待有马熙会的话 那我们就要相信 双方首讲的话 或者的话 会那有什么意思呢 会无可畏 没有意义嘛 最后一个 我倒鼓励 占立法院多数的国民党 你手上还有一个武器啊 两岸之所以到现在为止卡在这里 就是要不要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认证为一宗宪法嘛 那要不要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啊 是两区 不是两国嘛 这个要不要把它讲清楚 这个就要讲清楚 一切都什么样子 都迎开勿散啊 那国民党去坐下这个决议 他是立法机关啊 那可是我们现场很清楚啊 坐下决议要求行政案执行啊 行政案不执行 可以什么样子 可以退回啊 那下面的故事就精彩了 各位 两岸要解决的钥匙 不是会不会有 否认不否认治前的问题 因为马英九 说我同意也没有用啊 是赖清德同意才是重点啊 民党同意才是 那民党会不会同意 我不知道 但国民党今天拥有立法院的都是 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结议 类似这样的结议 然后交由民进党来执行 你要不要执行 这代表民意嘛 那你不执行 那不执行 可是不行了 是可以倒壳的啊 那你要退回来呼吁 那这整个故事就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只是我讲的大半天也蛮兴奋的 不知道国民党会不会坐 我不知道 OK 好 不过马英九一传出 要登陆去交流之后 瑞瑞当然马上开始群起围攻啊 吴思瑶就酸 国民党不是才要揪团去 太平岛宣誓主权吗 那就请马英九直接到大陆好好去 宣誓一下主权呢 王定宇只痛批马英九 享有卸任总统的礼遇 却去附和大陆的步调 伤害台湾人的情感 其实马英九 2023年到大陆去这个交流的时候 不只多次讲出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甚至还说出 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底下 大陆也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但是反观赖清德 他却是口口声声说的是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呢 郭正亮就认为习近平 是最了解台湾大陆的 台湾的一个大陆的领导人 而且呢 跟台湾之间呢 是比较有这个叫做情感跟渊源的 那到时候如果等到呢 换了一个跟台湾没有感情 而且呢 两岸国力跟军力落差 越来越大的一个时刻 到时候台湾还有什么底气 去跟人家谈呢 那董哥怎么看 现在 前中华民国最想掀示主权的是 王定义的太太 是不是 大家都很清楚吧 但是你今天看到 你没有把他讲清楚了 他的主权被剥夺了 是啊 所以他要掀示他的主权了 八千块 八千块 王八千 但是我们其实大家看 在马航九追出来 那民进党很多人认为说 这下我们又可以做文章了 马航九是不是趁机要跟 将卸任的蔡英文来比苗头 那大家要蔡英文去太平岛先日主权 他不敢去 马航九去大陆了 然后他们又要做文章 但是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这几任的总统 哪一个像样 李登卫说钓鱼台是日本的 这种人还干了12年总统 还一直在拿中华民国的礼仪 大家看得下去吗 陈水扁说我当总统 是美国金正鲁在台湾的代理人 这是人家的 陈水扁还不甘心 说美国怎么可以不承认 跑进美国打官司 结果被美国的法院把他推翻 在华人前是个笑柄 然后蔡英文说什么 蔡英文说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 是不是 赖清德还没上任 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这些哪一个像样的总统 一点狗格都没有 还讲什么主权 对不对 这些话都是你们讲的 都有记载的 吴思遥 其实不太想讲他 2010年 民进党台北市议会党团 耶稣所有的党籍议员 不准跟郝隆斌去参加上海的世博会 只有一个人不愿意 非要去不可就是吴思遥 他应该来解释 是谁叫你去的 你为什么要背叛党团的意思 他到目前为止都不敢讲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马航九这一趟 为什么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他去年不是已经去了吗 去年注意 的重点在哪里 在于马航九那时候 祭祖 马家的祖没有人来祭过 所以他家的姐姐妹妹 大家一块去 大家看到令人感动了 那今年呢 今天也是祭祖 祭什么祖 祭中华民国的祖 祭中华民族的祖 皇帝龄 对不对 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他这个意义其实非常重大的 所以他显示的 就是两岸是血融与水 都是同耕同盐嘛 那把这个 你把它扣大的话 其实就没有那些仇恨 我们现在 跟着美国去仇恨中国大陆 把它搞成 整个全民皆兵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共机 越过中线 都是每天的新闻 大家看到情况是这样嘛 那马航九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这个东西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没成立啊 你还没成立 之前我就有了东西 你没办法否认 是不是 所以马航九 用这一招下去讲的话 连中国大陆都没办法去推翻 那当然他延续了很多人讲 马锡会2015年 那其实我们知道 那是两岸交流以来的最高峰 等于说两岸实际领导人 在新加坡会变 谁也没有降低自己的主权 或者自己的位阶都没有 两边是平等的 我们这么小 他那么大 我们可以跟他平等 实际上全世界 600多家媒体来采访 都认为台湾赢了 这个中华民国了不起 是这样啊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马航九 很多人认为说 他在台湾可能没有影响力 但是在 他这一趟之行 在国际来讲 他还是有一些官瞻在里面 那最后他带领了 马英九的大大学堂 他们到北京大学去做交流 简单讲 台湾的年轻人 受到那些政客的蛊惑 那他们蛊惑了以后 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宗 对于自己的血缘跟文化都不理解 你跟北京大学的学生做交流的话 那你就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 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说 自己都了不起 你跟中国大陆 最顶尖的北大 一接触的话 其实就自己会了解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马英九第一趟去大陆的时候 然后跟当地湖南一些大学 做了一些交流 后来大家记得吗 那些学生有人来回访啊 马英九做了接待 然后我们的记者去采访 他才发现说 哇 这些人对于台湾既然充满了感情 对不对 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先来的 然后让很多人都觉得惊艳 那我们觉得说 这种交流要更多的 集办 大家参加 然后大家去互相了解 这就是两岸将来就不会再有那样的仇恨嘛 蔡英文执政 让两岸的仇恨楼玄一直在增加 马英九其实都在替他发掘 这是台湾人的幸福啊 好 不过马英九率领我们的青年学子到大陆去交游 当然这个绿营是重炮的来抨击 王定宇又骂马英九说 你到大陆去认阻归宗啊 不只是让大陆有机会向世界宣传对台湾的统战啊 而且蓝营还要求蔡英文要去太平岛耶 再加上呢 很多蓝纬委在520之前也要大动作去登岛啊 这些都让人家觉得 是不是跟这个大陆跟国民党跟马英九 你们搭串都好的 早就已经讲好了吗 还是对国民党来说 只要是能够让老共开心的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呢 有马英九这种前援手的话 那大陆根本不需要国台办了 这个王定宇话讲得很重哦 好了再来啦 今天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出席了 首批驼江店的这个交建仪式 蔡英文就说 就证明政府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啊 可是今天同时也是太平岛的海巡码头的启用典礼啊 不只蔡总统没有到场 管碧琳还说 哎呀其实原本还有规划 其他部会官员都要去啊 可是考量到空运的能量 只能够登岛两个小时算了 干脆就是海巡署 我们自己派一些官员去主持启用仪式就好啦 那按照管碧琳的逻辑说 那就是因为太平岛太远了 所以蔡总统才不愿意登岛吗 政府守护主权还有分说 这个很远不能去 这个很近才要去的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马文青委员 因为你也去过太平岛啊 难道当初也是跟老共讲好 要你去的吗 之前其实我没有去太平岛 2012年的时候是由李玉芳委员 他有带队过去 那在应该是20...不知道哪一年 邱志伟 民进党的邱志伟委员 他有安排太平岛的行程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2016年由江启臣委员 那时候招委 他要带团过去 那时候包括王定宇 包括蔡世印 包括罗志正 还有陈廷飞 他们也都过去了 他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老共讲好才要去吧 所以我现在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因为像要去太平岛 刚刚蔡英文总统才参加陀江建的这个交建的这个典礼 其实他说这是捍卫自由民主 其实陀江建的建案其实是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 原型建也是他先建起来的 所以就这个计划的延续 我想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 还有守护民主 这个都不需要特别来说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在现阶段 包括去骂马英九前总统 要去访路的这个部分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是因为两岸关系 现在都是以毒不回 有很多的连小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 还要透过包括像陈玉珍委员 才可以让人回来 我想我们的政府功能已经衰退到不行 尤其在对岸的这个部分 所以像我们会希望在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马总统在赖清德就任 520就任之前 他可以去一趟访路的行程 我想这会是正面的意义 因为如果说在现在两岸局势 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全球也这么不安定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让和平的这样子的一线希望 尤其如果可以再次的会面 我们不晓得会安排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想他这一次的出行 也会是可能会带来一些成果 至少让我们在520之前 大家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那对话总比对抗好 这是民进党做不来 做不好也做不到的 这是他们现在最欠缺的 那太平岛的部分 因为过去前两任的总统 包括陈水扁 包括马英九都有去过 刚刚我提到的 有很多的委员 朝野的委员 其实都有上过太平岛 我们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今天身为国家的领导人 你有太多的顾虑 那你也不敢去宣誓主权 那就让国会去 因为国会去也是非常的理所当然 我们代表人民 第一太平岛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们希望做这样子的宣誓 第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因为立法院是审查预算 然后把关预算 今天在太平岛我们也花了很多的钱 去扩建码头 然后去浚升 今天他已经完成这些相关的工程 我们应该去看一看 那最重要的一个是 在太平岛这么远的地方 有我们的海巡 还有一些弟兄是在上面 在长期在那里守护 我们更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去慰绕他们 我想这个在国会的议员 可以去做这些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而不是当你不敢的时候 你用各种理由 而且反而去责骂责怪别人 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从正向的应该有的这些 选择下去做这一个工作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郭曲亚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 被认为是当时压垮了民进党 九合一选举的关键稻草 不料最近陈明通开始帮他 出书大谈学伦案了 陈明通怎么说呢 他说论文门根本不是单纯的学伦事件 而是政治斗争 对岸不放过机会 和在地协力者相呼应 一件论文抄袭摧毁了一个政治人物 让我哭笑不得 还是这个是司法认证的世纪大冤案 我是政治受难者 他也说这个论文 包括了酱油 猪脚 食材 都是林志坚的 整道菜最关键的部分 也是我卤的 余政皇只是拿去配他的白饭而已 怎么能够说整碗猪脚都是他的呢 好 所以都是这个陈明通卤的猪脚 所以说呢 那这个倒表示说 不是只有一个人抄袭吗 大家通通都 这一整锅通通都是互相抄来抄去 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当然这个记者会 不能够只有陈明通一个人 还请两个人来帮忙背书 那就是立法委员沈柏阳 他说你看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事件 在大陆的骇客加入之后就变调了 加上媒体不平衡的报道 马上就形成了一个 类关系机场的悬风 还有公都盟的执行长张宏林 他说呢 你看一个单纯的学轮案被无良操作 中共建立欣喜 透过了境内的协力者来合力的操作 让台湾混乱互斗 就是中共操作的重点之一 哎呀 讲得信誓旦旦 大家通常一口同声通通指向说 哎呦 不是单纯的学轮案 就是这个认知作战 要让台湾陷入混乱之中 但有一个人默默跳出来讲话 就是好久不见的余振皇 他说呢 哎 陈明通说啊 他是政治受难者啊 那我算是什么 是被草草埋到了坟墓里 再挖出来再鞭尸的政治罹难者吗 好像也是蛮可怜的啦 好啦 所以立委王宏威就说了 你看呢 台大是个国立大学耶 执政者是民进党耶 中华大学当时的董作 也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啊 难道他们通通都在政治迫害林志坚吗 林志坚他还捐了三十万去做公益 要换取余振皇撤告耶 所以啦 为什么要叫他捐三十万啊 司法也在迫害林志坚咯 林志坚向教育部提出 宿愿被驳回了 所以教育部原来也在迫害林志坚吗 整个论文人的事件发生到 现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啊 他说啊 陈明通你不要低估人民的脑容量好不好 以为用认知作战扣个大帽子 就可以把大家的记忆给洗掉吗 赖清德会认同你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好 这个媒体人黄阳明也说 不然我们就退个一万步来讲吧 假设这真的是中共的认知作战介入好了 那当时的国安局长是陈明通啊 你责无旁贷啊 表示说你根本就是对认知作战毫无能力 无能为力的一个不适任的官员 不是吗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从陈明通的身上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整个民进党一路走来的缩影啊 从走私变成了超买 到现在啊 论文抄袭变成了认知作战了 是不是只要敢大声就可以指鹿为马吗 一个黄奖一百遍 是不是就已经变成真的了呢 盛丰老师 这是天下奇闻啊 他就把猪脚都拿出来了 他卤猪脚 还谁卤谁拿材料 难怪是一千满肉咖 这台湾人讲是一千满肉咖 然后那一咖满肉的有没有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捞 捞到了当博士当受试 水准只是这样子啊 台大的水准被搞成这个样子 台大的校长你到现在还不讲话 拜托啊 请稍微有一点 作为毒师人的格调好不好 你一个学校 被一个老师 跟一群学生 糟蹋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老师 叫做陈明通 还在出来 在那里喊冤 喊叫的时候 而既然 台大没有一句话 最多只讲一句话 他应该来道歉 是该道歉而已吗 是道歉吗 整个的台大的光环 已经不见了 因为政治已经把你们 通通都扯掉了 我们再来看 你看 他是当时的国安局长 假如这个过程 是中共认知作战 然后网工所造成的结果 那真的被中共造成了 那证明什么事 证明我们的国安局长 是在吃叉叉的 你想吗 不是这样吗 因为你当局长 在前台湾最大的 掌控这一切 然后在你的任内 你被人家入侵 入侵到把你的学生 给搞掉 而你无能为力 你不知道 你没有说 两年后 你学生了才告诉我们 当然是阿公 他们的廟 我好像这样有点衰 台湾这样有点衰 全部都很衰 让你这些人来 你做局长 你想 那个无能 栽账 到什么程度 我对这些 没有办法形容他 他还好意思出书 我真是佩服他到晚 这脸皮厚到 台湾的安全要靠他 为什么 因为只要把他脸皮撑出来 原子弹也打不破 你要找那么厚的 真的不好找了 真的把他放到第一线去 所有的子弹 打到他全部弹回家 因为世界要找 这么厚的脸皮 真不好找 这是谁界的人 你还不是政客 那政客我们就算了 胡说八道有没有 你是顶着谁界 顶着一尊博士生 一尊瘦士生的 导师的身份 这在国外叫博导 你知道吗 结果你是博的 大家都倒掉了 整个的全部都给你 倒光光了 这还得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 来看看 把这个问题就轻易来丢给 所谓的中共同路人 那我们也才发现 哇塞 真厉害 整个台湾的 这一个协制 中共就是 无手不在 无口不入 连要收 谁的论文是抄 或者不是抄 谁决定 北京决定 那我们都不要问了 那我们这些拿谁力的都不要问了 这只要去北京来认定就好了 不是 这一种是什么认知作战专家 我的天啊 这哪里来的 不要连专家还差不多啊 所以他就不要连 我现在每次碰到他 本人一定他找出来练 谢西美的 因为人家讲八股文 他就是标准的 反共八股文 什么是在他的手 就有一套公式 只要你说中共好 那你就是同路人的认知作战 只要你说大陆比台湾行 你就是中共的同步 只要你去搞交流 你就是配合统战 他那一套就可以 拉万金油的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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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思国安局长这林志坚 还黯然地退选 甚至让民进党输掉了 九合一的大选 问题是林志坚 他是被台大还被中华大学 都认证他的这个论文 就是抄袭而撤销许位的 郑文灿不是还扫到了台风尾吗 连带也被发现 原来他的论文也抄袭 当时郑文灿还对此 向社会大众道歉 如果说背后真的 原来现在被发现 通通都是大陆的认知 作战在搅局 那不就代表了 我们整个社会不接受抄袭的人 原来通通都是中共同路人 甚至连郑文灿 他都可能是在配合大陆 在认知作诈吗 那不是不得了了吗 文君委员怎么看 陈明通选择这个时间点 出书来申冤 我觉得是非常不智的 因为第一 他侮入了台大的学伦审查的 这些相关的委员 因为他们已经判定是这样子 你在当时就应该要解释清楚 尤其是在绿营主政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跟赖清德显然也都没有接受他们当时这样解释 所以林志坚退选了 然后陈明通也辞职了 那当时的现况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现在又出来深渊 推翻了以前 不管台大也好 还有包括这些不能帮你背书的人也好 除非你觉得蔡英文跟赖清德都是笨蛋 他完全没有办法看清楚真相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很明显的感觉 好像是要帮林志坚他的政治付出做准备 因为需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来帮他洗白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他的一些相关的做法 不过就这些条件来看 他们还甚至把他上纲到任职作战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他自己也担任过国安局长 就这些相关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应该要去防止 可是居然发生在他的身上 还有他指导的学生 就他们去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作战 那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更危险的吗 就这个部分 因为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专有名词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应该用在哪里 认知作战好像也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就像卤猪脚可以拿来在学术的这些 出书上面都可以用得上的话 认知作战他们也是 只要政治有利的一个地方 他们都可以把它摆上 我想现在就是这样 像他们如果说我们邦交国一直丢 他就拿出一个 我们是要去找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 然后我们如果说 没有按照正常的一个采购的程序 他会有一个新的名词 我们用合法的非正式管道 都是过去没有的 反正他们只要想做 他就有一个新的名词 只要他们想要掩饰他们的过错 他什么都是认知作战 我觉得从头看到我也都是这样 陈平通这样还是会继续闹笑话 因为像郑文燦当时也是扫到台风围 他那时候的非常的明确 因为他抄袭的甚至是大陆的很多的一些内容 就是本党然后本国全部都出现了 像这样不伦不类 然后让我们学术都非常的可能贬低的情况之下 你还在把它拿出来炒作 这个部分他曾经担任过国发所的这样的所长 曾经担任指导过这么多的学生 甚至担任过国安局长 我觉得真的都是过去大家重用他的 好像眼光都不是太好 不过认知作战如果真的这么好用的话 那就要请教一下陈平通老师 因为他不是只有老师而已 他还当国安局局长 所以如果按理来说真的是认知作战的话 那身为一个国安局长 不是应该把潜伏在台湾的第五重队 一网打尽吗 这个时候他把学龙案推给了认知作战 不就代表了原来他不只当教授 看起来失格 连当国安局长似乎好像也不太及格吧 立文怎么看 他本来就不及格 那真的是让大家不可思议的 陈平通还敢这个时候出来出书喊冤 想要帮自己洗白 我觉得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最好是在重用他 但是我如果是民进党的领导人的话 看到他应该是跑了三十公尺以外吧 绝对不可以再跟他同框了吧 他简直就是一个政治瘟疫了嘛 但问题是说陈平通是怎么样 在政坛里头 哇 平通老师 大家都叫的 阿通筛 这么的清热 他就是靠这样啊 他就靠他这一锅炒生的老板 他就是靠这一锅炒生的老板 然后所有这些政治人物们 通通都可以来吃 喂养他们 然后呢 给他们一个穴位 很好看耶 因为有台大两个字啊 台大两个字是空金的 不是青菜人可以讨论的 结果呢 用这个东西做政治公关 然后导致呢 他在民进党内 哇塞 到处各派系 尤其这些年轻的 看起来青年才俊者 通通都是明通老师的学徒啊 爱徒啊 那大家当然都要给老师面子啊 所以他就可以在民进党里头当官啊 否则他凭什么当国安局长 就靠他这一锅 擄猪脚啊 原来是这样啊 这还要等到老共来认知作战吗 我若是解放军我就在躲在军营里面 吃猪脚就好了啦 台湾太安全了 大家不用担心啦 真的回家可以高枕无忧 难怪国安局长说 你们干嘛担心打仗啊 连陈明通这种人都可以当国安局长了 你就知道台湾有多安全啊 实在是太好笑了 你把我们最大的国家经历 泄露给全世界 让解放军都知道 原来我们的国安局长是这种咖啦 看怎么办才好啦 老爸咖 你这是丢脸 不是丢脸 人家说丢脸丢到太平洋大西洋 还是丢脸丢到外太空去了 我的天啊 他怎么还好意思出来喊冤啊 结果 还有人跟他一起出席记者会 还帮他写序 一个叫做沈柏阳 也是一个学者 台湾的知识分子的堕落 文人的无耻 这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不要怀疑啊 王毅川听说也有博士学位 讲那个大陆高铁没有坐垫的那个人啊 所以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工都盟的执行长 叫做张宏林 他还好意思叫工都盟啊 这种人啊 凭他也要来监督我们立法院吗 你想想看 身为工都盟 你不是应该要超然客观吗 独立吗 你还去当陈明通这种咖的乎啊 一个已经臭酸的 被倒掉的喷 你再挖去来这 我也是一样是有够配合 像博洋和张宏林啊 那你就知道这些人 为了权力 为了当官 为了巴者当权者 有什么事情是他们做不出来的 有什么话是他说不出口的 可悲啊 台湾不是因为有老共的关系 台湾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关系 才有国家安全的疑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仅用监视器平欢废率争议 吵得沸沸扬扬啊 昨天蒋万安呢 将解除这个柯文哲任内 和台志光签等这个专约 而柯文哲则是抨起蒋万安 用一百个谎来掩盖十个谎 甚至还说陈崇文呢 就是一个骂掌头啊 如果说继续办下去的话 那不得了是一狗票啊 但是今天这个费率两千二 也不是蒋万安定的啊 然后这个约也不是蒋市府签的 如果柯文哲觉得查下去 会是一大票的话 那请问当时的柯市长 怎么没有处理呢 结果柯文哲说 又没有犯罪事实 你要我怎么解约呢 好了 如果柯文哲 自己都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有关上勾结的话 那难道现在是说 要蒋万安去罗织一个罪名 来入人于罪吗 董哥怎么看 柯文哲因为最近声量很低 被韩国瑜超过了 人家赢他四五倍 那他本来在立委员开议 他天天跑去立委员 希望记者采访他 后来被嘲笑 那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实际点 就是陈崇文被抓 那陈崇文是国民党的议员没有错 可是他跟柯文哲非常骂起 我们今年过年前台北市在审议算的时候 议算一直被杯葛 因为台北市议会平常日子就礼拜三才开大会 所以一杯葛就是下个礼拜再来 又杯葛 谁杯葛 就是陈崇文 杯葛讲完安的议算 这杯葛到 那个议算没办法审 因为他不给他交付你知道吗 议算没有交付就没有一读二读三读 连一读都不给你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柯文哲自己其实非常清楚 那他现在来到一个机会 陈崇文被收押 他就看来把陈崇文把他推给郭敏达 其实陈崇文那时候的角色 是跟柯文哲时代的市井级 有一些挂钩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哪些人 其实这是应该查出来的 那因为陈崇文自己有几个好朋友 这些好朋友是议员 所以他们不明就里 认为说陈崇文可能有他的坚持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弊案 不要管他是国民党 办到底就是了 那今天柯文哲 他所执言那些都事事而回 这就是他意向惯用的手法 譬如说他讲 讲完了 那个郝隆斌 你为什么要用 跟他签那25年 他讲说对 郝隆斌任期8年 为什么签25年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BOTM BOT25年是算很低的 你知道台北101的BOT 签多少年吗 70年 柯文哲自己任内 签了好几个BOT都是50年 什么叫BOT 就是政府的资源或土地 让你利用你去兴建 然后下来你来营印 那个就是B 那O就是让你来营印 T就是让你来转移 这是英文BOT的一事 那柯文哲故意不去讲 这是一个BOT案 那这个BOT案 厂商得票以后 要在台北市各个巷道马路 里面买很多光纤 这是很大的工程 到郝隆斌卸任的时候 这光纤都还没买完 你可以看看 买了两年多都还没买完 柯文哲时代还继续买 为什么 所以他要给他一个时间 他才愿意来招来标道 那这一家台志光 是好几个集团成立的公司 他们标道的时候 为什么 最主要原因 他比其他公司 便宜了百分之七 他比较省 简单讲就是 招标不就是这样吗 那他的那些速度 那时候来讲是1M 所以那时候 就去比价算出来以后 他得标 是一个月的业注是760块 那他讲这760块 就以那时候的情况来讲 那后来柯文哲 又去跟人家签 柯文哲规定 规定 他自己规定 因为医会那时候有淡数 你可以用2M或3M 我们科技在升级 就像手机在升级一样 柯文哲把它定 你都要200万化数 200万化数只有3M可以用 他现在在讲郝龙斌之后 为什么200 300 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定200万化数了 所以讲完案 只能跟业者 依照你的220元 220元是怎么来的 因为柯文哲数学很好 他认为你1M 760块 3M 应该2280 所以我又删了80块 他这么厉害 他不晓得科技越来越苍茗 很多东西其实越来越便宜 我过去 我第一次用手机 那只手机7万多块 我现在用的手机 不用钱 附赠 你可以看到 时代不一样 那柯文哲一直用这个来 就显然讲这个不厚道 那不厚道你可以看到 我随便举个例子 譬如我讲 我随便 我刚刚随便上网 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这是星光人寿 他在四林北投那边 北四科那边 44亿得标 星光人寿是吴新宁家族的 柯文哲任内 2021年给他得标 吴新宁2020年就当 台湾民众党的不文区立委 是不是去年当柯文哲的搭档 所以我讲 你才没有利益违毙 你一千就五十元 董哥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你继续讲 好 我们要请董哥继续补充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自己在任内的时候 他2017年去签了 郝龙斌那个夜后面的汇立的夜 那签了这个两百 两千两百 二零零零 以后 蒋婉兰上了以后 去跟厂商谈 又把它降了一百块 二一零零 简单讲就这样 那我们其实很清楚 柯文哲订的那个 其实不平等调位 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们科技在升级 很多东西就变比较便宜 柯文哲没有自己实际去查 他被很多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